他也不报警 还有一个车 中间一个三车把我的车我前这里也刮了 刮了他人跑了 他也不报警 不是他开的 他那个应该没驾驶嘛 不是他开的 这个车是他开的 不是你开的呢 你哪子眼睛看到了 没有 他开的 事故涉及两辆四驾车和两辆三轮车 交警在了解情况时 白色越野车的车主表示 那辆绿色轿车的司机存在无证驾驶 以及找人禀报的行为 正当交警做现场记录时 现场又发生了争执 关于打人的事 越野车车主报了警 交警在现场闻到 动手的卢某身上有酒气 而自称是绿色轿轿车驾驶员的吴某 说不出事故的经过 车从哪里开过来的 你先不要说 他说是他开的 你不要跟我说话 车是从那边那边 古连那边 古连那边开过来 当时怎么转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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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不是我 不是你开的是吧 那你要干净包 公共视频证实 事故发生后 从绿色轿车驾驶座上下来的是卢某 卢某这才承认自己在中午喝了酒 经检测 卢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8毫克 以达到醉酒驾驶标准 卢某因无证醉驾等违法行为 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民警也对吴某的顶包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